明明的天气还是蛮冷的 淡水的最低温只有10.1度 北部呢还是阴雨的天气形态 但好消息是这波冷气团 到了周六晚间就会减弱 这个周末大家可以有个短暂的好天气 虽然已经三月 但天气依旧冷嗖嗖 大陆冷气团持续发微 清晨淡水出现最低温10.1度 白天迎风面的北部及东半部天气湿冷 会有短暂小雨 这波冷气团预计将持续到周六清晨 周六白天才会开始回温 明天白天开始 气温将会回升的比较明显一点 那回升的过程 大约可以一直持续到六号的白天 六号晚上到七号之间 又有另外一波封面 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地区 所以届时呢 天气来讲的话 又会开始转为邮雨的天气形态 周末天气转晴 气温回升 高山地区降雪几率不大 但周日晚间 新一波封面来台 天气会转为邮雨 下周一又有另一波大陆冷气团南下 气温会再下降 虽然这个周末是好天气 但要提醒民众 回暖加上南方水气 全台都可能起雾 要特别小心行车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